对于美国来讲 现在是怎么了 你看美国的主流媒体 不是只有一个 好几个主流媒体 现在他们在报道巴黎奥运的时候 他们是喜欢用奖牌的总数 来列举排行 所以当你看到的是 美国排第一 美国排第一是他的总奖牌数 排第一 所以这样感觉比较开心吗 这个澳洲澳大利亚新闻网 他们就发文了 说美国媒体正在故技重施 为了占据奖牌榜首 改变排行方式在风头被抢之际 美国媒体就操纵起奥运奖牌榜了 因为大家知道 国际奥委会的官网 按照国际惯例 他们是根据金牌的总数来排名的 所以如果现在要以金牌的总数排名的话 大家看看谁排第一 是中国的队伍 所以这对于美国来讲 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还是换一种方式来陪您 感觉是怎么样 自我感觉良好吗 赖老师 竟然把奥委会的官方的盘民方法 把它改变 改变 了不起啊 美国人继续加油 继续发挥你的阿Q精神 想一想我们几十年前 这个鲁迅吧 他比较了阿Q 我们读起来的时候 内心里面有一股凄凉感 这个就是什么 因为缺少自信 缺乏自信的时候 就充满了这种阿Q精神 精神胜利法 精神战胜法 那时候我们看到鲁迅观察到 一个丧失了民族自信心的中华民族 在那个时候的有一种 这种精神胜利法 就是阿Q的精神 但是今天不是 今天这个阿Q精神 已经充分地表现在美国人身上 在美国的主流媒体 美国的大媒体 他们也都充分表现出 这种阿Q的这种精神胜利法 这代表美国人没自信了 继续下去 没关系 因为你改变不了世界 而会让世界更加地认清楚 看清楚 你这个国家赢不了 就改规则 然后改规则 就说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然后就是你那小圈圈 几个人在玩那个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可是全世界说 对不起我们就有国际法 我们没有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所以这些小国家 这些小圈圈 然后他们的脸 一天一天地在丢 而这个大国家就是美国 由于它缺少民族自信 由于它开始用精神胜利法 由于它充满了阿Q的精神 我觉得美国人干了一些 人类基本上看不下去的 所以澳大利亚自己就跳出来骂了 澳洲就说这个是一种怪异的方式 一种怪异的方式 怪异的只不过是因为这个作者 没有读过我们的这个阿Q正传 如果他有读过阿Q正传的英文版的话 搞不好他就会觉得说 真的是精神胜利法 美国人好棒棒 美国人永远第一 不过还是回到奥委会吧 其实上一次美国人就在玩这个游戏了 上一届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对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美国每一次在金牌落后的时候 他就改名次 得到他金牌超前了以后 他们的媒体自动翻过来了不起 真的是这个国家这个媒体棒 好这是美国 美国要希望能够让他们自己 永远能够排在第一位 所以就换一种方式来列举这个排行榜 但是事实上大家在看的是什么 是金牌数对不对 所以现在目前来看 中国仍然还是拔得头筹 在金牌数的部分仍然还是最多的 那现在大家所看到的这个奖牌榜的部分 这是最新中国大陆 十一金七银三桶 你看这个现在目前呢 是中国 法国 日本 澳洲 英国 但是韩国然后才排到美国 所以美国当然没有办法接受 自己排在老七 所以还是要赶快换一种报导的方式 这个排名的方式 好看到这边来 我请教一下这个蔡委员 那现在呢这个美国是真的没有办法 不再是第一了对不对 那如今他们还有一个是什么 是游泳的项目 怎么好像感觉是一直老是盯着中国大陆 哎呀你有没有禁药一直查一直检验 那现在呢我们刚刚在讲 这个偏偏呢在这次的巴黎奥运呢 看到男子100公尺自由式决赛 中国队19岁潘展乐46秒40成绩 刷新世界纪录摘下了金牌 哎呦这个美国是不是很饿玩呢 但是我们也要来看看潘展乐他怎么说啊 他说其实游到边儿没想到会破 就觉得别人今天好慢 回头就是特别不可思议吧 而且他还在赛后甚至还透露说 哎呦那个美国啊 对我们的这个教练是不是有点不太礼貌 因为呢还故意见水花 好像不太尊重 但是怎么样呢 不管你尊不尊重 还是由中国夺金了不是吗 这就是现实为人 美国人他们身心一件事情 游泳池是白色的 奥运呢游泳池尤其要更加的白色 那是过去色 那个是他们认为他们天生就是游泳池的霸王 对 结果没有想到后来来了一个中国 哎呦中国皮肤怎么不刷成白色再来呢 哎呦对不起黄肿的颜色出现了 而且最早虽然有日本人的选手 在这个游泳池也表现不错 但是没有那么多量 中国来的时候几乎每个项目 都形成构成对美国的严重威胁 这个叫中国决击 先从游泳池开始 我们知道游泳池 白人很骄傲的东西 尤其是就像说我们田径赛 这个很多人很骄傲说 最难最难的100公尺短跑 那个几秒几秒几秒只至几秒 一样的这种自由式的 这种100公尺的竞赛 老天女啊 那个是所有的游泳比赛里面速度最快的 短节爆发率最快的 我们随便游了两分钟 差点有个46秒46.4秒 就创造世界纪录 那这位19岁 应该差不多19岁吧 19岁 19岁盘展乐 他当然会觉得是好像 美国看不起他 正常的 为什么 因为美国是一种 畸形的英雄主义国家 你只要打败他 他都对你很服气 哎呀低声下气 然后如果他觉得他可以打败你 就呛瞎讲着这个天翻地覆 看不起输他的人 他跟咱们中国文化不一样 咱们中国文化激浪而生 哎呀这个您比我厉害啊 您比我厉害 这中国文化 然后那个谁 你看那个美国动摔角比赛 上了就先骂对手 有没有 这是美国的运动文化 非常不好的运动文化 所以潘展乐觉得 他觉得他跟人家打招呼 他也不理他 他觉得他们在游泳 故意泼到中国教练身上去 他觉得好像故意在羞辱 就有点像说 很多比赛都故意在那边叫嚣我 老板那天 偏偏咱们中国人所受的教育 是说我们要谦虚 我们要低调 然后我们就是凭自己的实力 刻骨耐劳来赢得这个奖牌 美国不是啊 他如果发现他可能输你的话 就开始找茬 你这个游泳一不符合规格 你是不是有吃新闻剂 你是不是怎么样 一队都来了 那这个就是文化差异 可是美国人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什么叫奥运 这是撇开所有纷争 大家用最单纯的方式 维持雅典奥运的精神 来做一种和平的一个竞赛 这是我们所要创造的气氛 不是叫你整天搞的 这小动作嘛 这不好 所以这个中国的金牌 这个赢过美国 本来双方面都在插一张奖牌 两张金牌 你美国自己不争气 你阿旧也没用 排到前面 又不是中国一个国家 你看几个国家排在前面 是啊 那你不想想看 那你总奖牌数 要铜牌最多的是你 铜牌第一名最多的美国 这样可以了吧 我是觉得美国你要自行 我们你的训练哪边有问题 还是你的选拔 这个人才上有问题 总是有一环有问题 不然你国家也蛮大 你国家也蛮有钱的 你这些都不缺钱不缺人 你怎么会产生这种结果 所以我是觉得 美国人这种要自我满足的 赖教授所讲的阿Q精神 我觉得他搞不好Q都排不上 还是后面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蘆薈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蘆薈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蘆薈 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蘆薈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前家人 专层你的KS BLUE YOUR CARE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